政府明天起收緊獲豁免的外國領館和機構人員 抵港檢測和隔離安排 14天內曾經到過極高風險地區的外國舍領館和機構人員 除了要出發前48小時,又有新型肺炎陰性報告 到港之後,要再做檢測,陰性結果才可以離開 除了總領事或者同等即級的駐港代表之外 所有人都要到機構安排的地點隔離14天 只可以使用點對點交通,不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14天內沒有去過高危地區 如果出發前48小時內有陰性報告 抵港之後,接受檢測之後,不用等結果就可以離開